大家好,我是Stan 由现役前映女团成员 像拼图一样组成全新女团的节目 Mnet Kingdom Porcher 昨天8月15号播放最后一集 公开了限定女团AZOT的7位成员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首先排名第一是HIKI成员HISO 第二名是Wa Nana 第三名是Purple Kiss Yuki 第四名是Lovely GK 第五名是Uju Sonja Yorum 第六名是Luke Punch Yoni 第七名是XXL 由着7位成员所组成的AZOT 将在9月中旬发表出道专辑 正式展开活动 实力都很好,希望能成功 说实话,早就知道许瑟能出道了 在舞台上真的很出色 不过,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 就料想到Nana K Yorum会再出道 不管是看话题信也好 看粉丝规模也好 悟织索业续月后都没有团体活动 所以很伤心了呢 看到Yorum能赞扬活动真的很开心 不过各自看的话真的是都很有魅力 但是想象不到这7个人一起活动的话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风格可能会有点模糊 所以大家觉得限定女团AZOT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演员强东恩,苦穗勇夫妇 因为在韩国光复节当天po了日本旅游的照片 遭到网友们的指责了 8月15号,苦穗勇在IG上传了与丈夫强东恩 以及儿子与女儿一起在日本旅游的照片 虽然照片看起来非常幸福 但是这些照片的发布时间 8月15号光复节 为了纪念日本殖民统治结束的日子 发布了在日本旅游的照片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到苦穗勇的IG底下留酸烟 而在察觉到这些反应的苦穗勇 马上下架了引起争议的照片 而因为在光复节当天 从业给我捐赠了1万部 韩国独立运动遗址的宣传单 基地等很多艺人们在IG上传了韩国国旗 所以指责苦穗勇夫妇的声音也变得非常大 是可以去日本 但这个时间点最起码要看一点眼色吧 怎么这么没想法呢 孩子们坐了以后被骂 你们都几岁了 又不是没有很多时间的上班族 非得要在光复节去的话 就不能忍耐一天不发照片吗 是得了不发IG就死的病吗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怎么管闲事的这么多 所以说跟你们一样 就在光复节爱国就可以了吗 太傻眼了 所以 对于光复节上传去日本旅游的照片被骂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描绘癌症患者感受的一个漫画 就是这个情况 明天开始住院 爸爸 妈妈 然后弟弟 大家都是一样的表情 再说一遍 是胃癌 已经转移了 明天开始会做化疗 我没有说对不起 所以呢 什么所以 你这家伙 所以 所以 也不能动手术 化疗也未必有效 会越来越痛 吃药也没有用 然后会死去的 所以 今天就这样吃饭吧 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什么时候能再像这样一起吃饭呢 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就这样 像平常一样 吃饭呢 嗯 吃饭吧 我再去拿点小菜 这一天 爸妈两个人对话到半夜 主要内容是关于 对癌症有益的食物 妈一直在哭 爸爸在旁边安慰 没事的 没事的 能活的 看电视的话 最近癌症也能治疗啊 我无法入眠 所以大家 有小病或者是到年纪了 就要好好接受健康检查 不要认为自己还很年轻 身体很好就忽略了健康 就算不为了自己 也要为了家人们着想 我们都健康吧